你好 我是于牧 现在 2013 2月28 这篇散文 伊朗咖啡 伊朗咖啡 伊朗 没再说阿拉伯语的 几年前的某一天 没来由的一个念头涌上来 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主义 而我只知道三民主义 而且还是因为教科书的关系 这样似乎不太对阿 我开始上网大肆搜索各种主义的内容 怎么衍生又如何发展 代表人物有谁 讲了什么又写过什么 折腾老半天 我仍搁浅在一知半解 而且精神疲劳 最后读到后现代主义 印象最为深刻 它的味道很像是 你觉得它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这听起来 自由自在 却乱七八糟 也让我想起一个博学的朋友 每每向他请教自己不懂的事情 他总是说那是后现代的东西 或许他很幽默吧 我当时没能体会 还是他真的 真的是懂了 也说不定了 有一次 午饭之后 我觉得伊朗籍的朋友 脸色愁云惨悟 久久问他怎么回事 如果是因为餐厅的菜太难吃 就别去想了 他摇摇头 他说不是的 那些餐厅的菜 如果要合胃口 换一千个厨房 也不会发生的 自己早点去投胎还比较快 他说他自己脸很臭 是因为凯撒林 花白头发的凯撒林 我说他怎么了 伊朗友人非常不满 每次遇见凯撒林 虽然是收到亲切的问候 反正对我来说 那个问候 也是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但是里多人不怪 也没有觉得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想不通伊朗友人 这有什么好烦的 他解释 问候 当然是很贴心 可是凯撒林用的是阿拉伯文 他以为我们都长得很像是吗 伊朗没有在讲阿拉伯文 我说你不讲我还不知道 他说你再怎么不知道也知道波斯吧 伊朗男 一番严肃的强调波斯和阿拉伯是不一样的 而且认为我分不清楚差别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他认为凯撒林应该要知道差别在哪里 接着一番喃喃自语 我想那一端的凯撒林应该是一直在打喷嚏吧 来到租屋 我是第一次到伊朗朋友的租的房子 没想到他房间竟然有一张小挂抱 挂抱上很简单的 只有一个禅字 用书法写的还蛮有那个样子 好奇心替我先开口 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阿 伊朗男并不是一个很爱线很高调的人 但是被我这么一问 他难言自己的得意 他是哲学背景的学生 稍微有研究儒家思想 也很喜欢禅学 所以他说 像遇到凯撒林这种情况 我都藉由禅意来沉淀自己 你觉得禅是什么 这样的大灾问横空出世 虽然我是亚洲人 被一个波斯后代问这样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随便胡扯他两句了 我说看山不是山 忘水不是水 你觉得禅是什么 禅就是什么 伊朗男陷入思考 不发抑郁 想想我自己 前阵子才看完三百壮士 回头他该不会有什么大象军队来 回敬我的想法 说我乱扯 他打破了承诺 他对我说 你会这么认为 是因为原本看山是山 忘水是水 所以你说 现在看山不是山 忘水不是水 是这样吗 我说对 像我第一次看到 Michael Jackson 45度角的舞蹈姿势 我以为他是外星人 后来才感受到他其实是流行天王 这么了不起的舞蹈姿势 伊朗朋友微笑的点点头 他知道我在瞎掰 他知道记忆中的那段后现代的午后时光 聊得非常愉快